7月12日下午2点,美国总统川普、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达伦敦,他们将在英国进行两天的LDQUO,工作访问LDQUO,除了跟首相会谈, 还会面见女王,和访问苏格兰,当晚,英国首相梅江,赞牛金郡,Oxfordshire的布伦,海姆公,B-L-E-N-H-E-I-N-P-A-L-C,俗称丘吉尔庄园,艳姓川普和第一夫人,英国政府还邀请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商业领袖一同出席晚宴,英国首相府表示,梅首相与川普将会商谈贸易和安全问题, 还将讨论中,东局势和英国脱欧问题,梅表示,希望跟美国促进关系,达成退欧后的英美贸易协议,他在声明中强调英美之间的LDQUO,特殊关系,REQUO,LDQUO,没有任何联盟强过。 我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,往后也没有任何联盟的重要性,会胜过于此。REQUO 川普的来访,正赶在英国美首相,发布,跟欧盟官,戏白皮书的时候,前往英国之前,川普在北约峰会上,发言时开玩笑说, 英国现在是一个LDQUO,非常热门的地方,很多人辞职LDQUO,本周英国美首相内阁的两个大员,脱欧大臣戴维斯,和外交大臣,约翰逊相继辞职,抗议美首相对英国明年3月脱欧的贸易计划。 川普此前对此评论,英国政坛LDQUO,动荡REQUO还表示,自己对越汉逊坡有好感。 川普还表示,REQUO英国人很喜欢我,因为他们同意我对移民的看法。REQUO,REQUO你可以看到非法移民在世界各地导致的问题HALIB,HALIB博认为这就是英国脱欧的原因。 REQUO,周五13日上午,川普和梅江会访问,一个国防区域,随后共赴首相官方相间别墅谢克斯,CHEQUE,进行工作午餐,讨论一系列外交问题。 当天下午川普总统将到温莎城堡,与伊丽莎白女王共享下午茶。 周末川普总统将到苏格兰度假,他在那里拥有两座高尔夫球,长MDASH,MDASH,在阿波丁的川普国际,高尔夫球场,PRUMPITERNAPIONALGOLFLINKS,以及在埃尔郡的川普坦贝利球,长,TRUMPITERNAPIONALGOLFLINKS,以及在埃尔郡的川普坦贝利球,长,TRUMPITERNAPIONALGOLFLINKS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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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